歡迎收看T3有玲瓏 我是蕾拉 I'm蕾拉 因為我今天的臉有點臃腫 因為我這邊的那個 上二跟下二連接的軟骨 就是有點磨損 所以我去打個漏肚 對我為什麼今天想拍一個 妝前妝後大比較 因為很多人都會私訊我說 欸阿你化妝是怎麼化的 那我就會想說 我化妝其實沒有什麼技巧可言 但是因為我比較著重在保養上面 所以在這邊可以公開跟大家介紹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入 我們的化妝程序 LEGO 首先呢 你有發現人家現在是 眼睛是非常無神的 為什麼要先戴銀線鏡 因為那些化妝品都會有一點酒精成分 沾到眼睛時裝 還是會對眼睛有造成橄欖 我覺得我現在講話真的很像 韓德魯都在講話 我們現在要進入保養程序 最重要的東西保養步驟 一定要先水再油 但是如果你有美白成分的商品的話 盡量先從美白的商品來做 但我是覺得年輕的女生 保濕比美白更重要 因為到了24歲25歲 你那個時候就會後悔 這時候怎麼沒有做主保濕 你看我這邊就有分 藍芝的這一罐 這是美白 你看我已經用一塊辣袋了 這一罐是我新買的 藍芝的保濕 所以我今天會選擇用這一罐 然後等等我會有一個 神秘的小工具 有了那個之後 手不會痠 迷之動作 想告訴大家 沒有經過別人的人生 就不要隨意去批評別人的人生 鏡頭前面裡面沒有辦法感同身受 我曾經有多痛苦的一段日子 當然我也沒有辦法去趕身受腻門的 所以覺得人與人之間最重要 還是要尊重體諒互相包容 好了 拿上完之後 一定要給他按摩的時間 這一支是未來美的按摩臉機器 我以前都會用手去按摩 但我跟你講用手的好處是 你可以幫你的臉推肩 就是在這打之前 我的臉會那麼肩都是我推出來的 然後第二道的話 我就會主動在精華液的部分 這一支藍芝是小黑 記得要讓手有溫度 出聲音啊 哎呀 好 然後現在精華液也已經吸收了 然後再來擦保濕乳液 就這罐 我都會發現 其實真的 名牌並沒有避 我沒有說名牌不好用 但是因為我也遇過很多姊妹都說 大牌子的 都 酒精都放很多 哎 BB 但事實是這樣啦 沒錯 因為它都很香 好了 這樣我已經擦好保濕乳液 然後直接有沒有 就是越來越濃 越來越濃 搞得我興奮 這已經快被我用完了 你們有看到嗎 這其實算是凝露 可以推薦大家去買這個眼霜 這罐 不要說為什麼22歲就可以擦這些烏龜 我跟你講 真的啦 保養要趁少 然後 乳霜的部分就這樣請大家不要擦太多 因為它如果你前面已經擦這麼多保養品 它吃飽了 就不會再吃多餘的保養品進去 你等一下上妝的時候對你來說是困擾 因為會感覺很屑屑 那是代表保養品在打架 好 你有發現嗎 很貪 有有有 上妝的話 這也是平價的品牌 它是吉洛妮絲的粉底液 好 粉底液上完 今天我的臉太重了 我需要上點陰影 MAC的這個很好用 反正只要把它打均勻 不要看起來有一塊黑黑的那邊 有感覺到這邊比較瘦嗎 有耶有耶 對 但人還是要回來限時好不好 盡量去減眉 好 我眼影不太會打鼻涼 因為我覺得我的鼻子太挺 挺到 這是混血兒的兔子嗎 好 塗完黏黏的東西之後再來擦粉 我有三款粉 這是潔若妮絲的 然後這是YSL的 然後這是1028的 那我今天會選擇用潔若妮絲 它明明就沒有很重 但畫起來卻有很重的妝感 這讓我覺得非常的喜歡 好 就是看起來臉是滑溜溜的 而且它是比較粉嫩妝的妝感 接下來上好粉了 我會先畫眉 就眉筆有這麼多妝 我看到了很多支 對對對 因為我會想用不同 就是看我今天染什麼頭髮 我化妝都是自學 自己去抓那個手感 然後我們再用眉刷把它刷均勻 然後接下來我會用眉膏 讓它可以更貼合我的髮色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有那種化妝霧眉那種感覺 好 那我們的眉毛就化完了 現在要開始注重在眼影的部分 我們今天來用1028跟Poin的眼影盤 1028它的好處就是 它有珠光的部分可以選擇 金色打在眼中的部分 會看起來眼睛非常的大 那Pony這盤呢 因為這個的紫色啊 它畫起來偏粉 但是這個的紫的話 它會非常的顯色 你比較看到差別嗎 完全不一樣的顏色 對對對 我會先拿一個非常大隻的刷子 然後打全部 選一個這個粉色 類似打底 之後呢 我會再用這種的小刷子 眼尾這邊用壓的 壓好之後會呈現這個樣子 不要管它 不要管它 因為壓它主要是怕它飛粉 然後我會再用眼影刷的這一頭 會用來刷 剛剛我說的這個很紫的顏色 一滴滴 好 然後最重要的步驟 我會在眼中 這個部位打上亮粉 我剛剛說的金色這一塊 有沒有 有耶有耶 然後接下來有下眼瞼的部分 我就會用這個白色的 然後下起來就會有那個有沒有 那個叫什麼 過纏 對對對 然後呢 眼尾的部分 那我就會用這個紫色 這樣 完美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畫眼線啦 我最近得熱愛 是戀愛抹鏡的 MJ控制款 它是那種按壓式 然後因為我主要是我的眼皮 非常容易出油 但是它不管怎麼樣出油 它都完全不會暈 要在眼尾的部分 就這樣 確保左右是一樣長的 接下來呢 我們要畫打亮 這是E2D House的 Fay One 你看修容已經被我用光了 但是它的打亮還沒有 我打亮為什麼會很省 因為我不會打整張臉 我會直接打鼻子 看這邊 然後這邊畫一個S型 就這樣 就會感覺這貼紙部分 真的亮的啊 然後接下來 這一塊是我在屈臣室買的 這一支是 艾森絲美人與凝采打亮修容筆 大概就這樣 好 腮紅的號 就我有MAYBELLINE的這個顏色 漂亮的少女粉紅那種感覺 我就是今天喜歡什麼 我就想擦什麼的 我真的覺得我的化妝非常的不專業 而且你們居然可以看這整支影片 看這麼久 好 現在可以開畫口 我最近一直在想要轉眼少女粉 所以我想要畫點粉紅色的 但我粉紅色的樣子是非常的少 反正口紅永遠少一支就對了 對 這是香奈兒的 看看這樣就好啦 有嗎 然後最近呢 我會用唇蜜 這是那個維杜莉亞的秘密 因為我覺得唇蜜擦在嘴巴上面 就是會看起來亮亮的 而且它很甜 很香 就是一個香妹 我覺得連青青的時候都要唇蜜香箱子 有嗎 好 其實妝容就是這樣 這麼簡單 完成 好的 以上就是我的妝前妝後不專業介紹 那在這邊呢 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就算不化妝 你覺得你自己是美的 你就是美的 你覺得你自己是好看 你就是好看 我覺得有自信最重要 好的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今天這支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哦 我是雷拉 I'm雷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他在有磰龍 我的臉很疼 我是雷拉 I'm雷拉